耐修不讲武德 以自身的力量帮助其他武皇硬卡 升阶魔法七皇之剑 效果能让超百序猎怪兽升阶层CNO 乍一看和巴利安之力没有区别 但实际上 他却可以唤醒目的中沉睡的序猎怪兽 美其名曰无效其效果 但都要超量转换了 有效果怕是也用不了他 只剑 其他的五位七皇和鲨鱼如出一辙 这帮人集体赖皮 这谁受得了 米扎尔召唤的是CNO107 合一神龙一母同胞的超银河式空龙 大壮召唤的是CNO106 熔岩掌至红掌 阿里托CNO105 燃烧拳击手系列 彗星之指套拳王 杀妹CNO103 神葬林娘 末日无限 哦对了还有二哥 超量召唤CNO102 暗天使之高贵恶魔 重头戏七皇老大 CNO101 寂静荣耀之暗黑骑士 好家伙 武藤游戏来了都没有你们来 咱说什么技 能让鲨鱼叛变得如此彻底 启动寂静骑士一回合一次 将对方一只怪兽 变成超量素材的效果 四爷头皮微微炸开 连超量素材都不需要去除了吗 根据游戏王的流程 讲究的就是一个后手反制 连环杀手被寂静骑士搞掉 寂静骑士对四爷发动直接攻击 又来了 友情的羁绊 需要用排局来唤醒 四爷提前布局 他发动了墓地中怪兽的效果 不光锁写到一板 并且还保下了这只怪兽 内秀眼睛都杀红了 奈何 手段进出只能结束回合 由于排局势力要迎来反扑 所以内秀要用四爷之前算计他的事 搞四爷的心态 同时 他也说出了灭世羁绊的话 于是 四爷脾气也上来了 装备魔法卫星激光 将场上等级8的怪兽变成两只 同时将其叠发 超量召唤序列40 激光傀儡之天堂弦乐手 装备魔法会变成素材 不过召唤的怪兽当回合无法攻击 所以只能发动其效果 使用一只素材 在对方怪兽身上放上指示物 让那只怪兽在下一回合结束破坏 并且给予鲨鱼相同攻击力的伤害 为了防止套娃素材怪兽需要被除外 这个瞬间 启动速攻魔法清气反应堆 当自己卡被除外的瞬间 拿回目的中的一张卡 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人造的升尖魔法 银河色的混沌之力 升阶天堂弦乐手 超量召唤CNO40 机关人偶之恶魔弦乐手 我的天 难道又是后发之人吗